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礼物想要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那就是这个 这一个它的名字叫Zero Pass 那它是一个口罩 然后因为就是最近换季嘛 所以韩国也是有一些粉尘啊 顾买啊 然后今天就收到了这个很可爱的小礼物 我们现在来看看 它是这样子 它就是一个非常就是有点很有设计感 有质感的一个口罩 然后呢它这边有写啊 它这边有写说 是防止雾霾 然后它也是可以防紫外线 然后它还有那个里面它有一个可以替换的 所以啊像女生啊擦口红什么的 那戴口罩你就不怕会沾上去了 然后呢它还说它可以 它是防水的 而且它也可以用洗衣机洗 所以其实对我们一般啊 就是很勤戴口罩的人来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了 那很多女生嘛 很关心的就是怎么样 戴起来要漂亮 所以天音今天就来试戴看看 完成 应该我现在其实看不到自己的样子 但是应该不会丑吧 我觉得因为它的设计还蛮漂亮的 对 然后我觉得啊像其实出门啊 戴这样一个口罩也是很方便 这样子就不用一直买那种一次性的 又不环保 然后又很费 很浪费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不错的选择 然后呢 今天他们还是给了我两个颜色 你看它还有一个白色 那我觉得啊男生可以带黑色 那女生可以带白色 那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就是注意这个 在换季的时候都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脸 这样子才能漂亮亮的见我爸呀 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今天天音 给大家带来的小礼物呢 那其实这一周啊 韩国也是有非常多的组合即将要出道啦 那就跟天音来看看吧 那今天听首先要来说的呢 是即将在30号出道的 十人女子团体 Good Day 那他们呢也即将发布他们的新专辑 All Day Good Day 那特别要提到的是啊 这一次的新歌MV呢 他们也是请到了最终非常火红的组合 Wonder One的成员裴正英担当主演 那粉丝们也是非常的期待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准备好迎接这一群可爱的女生呢 看来啊这个9月又会刮起正可爱旋风啦 那之前啊在韩国非常火热的选秀节目 Produce One One第二季呢 其实啊除了已经出道的11位选手之外 也有很多又有才华又有人气的选手 那之前在节目当中非常表现非常出色的郑士云啊 表示即将在31号推出自己的solo专辑 那其实在节目中有着优秀表现的他呢 这次不知道会给大家带来怎么样的歌曲 是不是非常的期待呢 那现在韩国的小鲜肉啊 真是一波过去一波又涌了出来 那最近呢 11人的男子组合Gordon Child 即将在28日推出自己的新专辑 那他们呢也是举行了出道的showcase 特别要有提到的是 这组合之中啊 有一位是Infinite的成立的弟弟 那当天呢 李成立也是作为showcase的主持人 真是非常关照自己的亲弟弟和同门师弟啦 那这一次呢 他们又会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歌曲呢 希望大家都可以跟天音一起来看看吧 那说完啊 我们即将要出道的小哥哥们 这一个礼拜呢 又有很多人要回归啦 跟天音一起来看看吧 那最近呢 人气组合BAP 也是发布了一则预告的信息 表示啊 他们即将在9月5日 带着他们的第七个单曲Blue回归啦 那其实呢 在时隔很久的回归之后呢 大家也都非常期待 BAP会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歌曲 相信啊 这一段时间都非常想念他们的粉丝 一定已经非常的激动了吧 哦 天音也是迫不及待想要在9月5号看看我们BAP的新歌了呢 好啦 那又即将是一位帅气的小哥哥要回归了 那就是我们highlight成员李启光 那李启光的经纪公司表示啊 9月4号即将发布他的最新单曲What you like 那这首歌呢也是表达了一个陷入爱情的男生啊 用自己甜蜜的嗓音表达自己的爱情的歌曲 看来啊 又有很多的迷妹要陷入爱情之中啦 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多收听我们OBAP的新歌哦 大家一起来陷入爱情吧 好啦 那今天天音的慢音拍韩语呢 就到这边要跟大家说再见啦 那已经开学了 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千万不要不学习哦 因为如果成绩不好的话 你看你怎么跟你的OBAP交代呢 好啦 这里是天安打下TV 我是天音 我们下周再见哦 拜拜